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注意力曲线。 数字时代,我们的生活变得极为丰富,便利。 在搜索引擎框里输入一个关键字,世界上机脚格拉里的新闻都能在几秒钟内被检索并呈现在我们面前。 缺少的东西,我们也不必先列入购物清单,等到周末再去超市集中采购。 手机、电脑、电视上每天都有大量的新品、好物推荐给我们挑选,动动手指头就能下单,坐在家里就能收获。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干扰太多,导致我们再也难以集中注意力做事情了。 比如说,上半路上,你大概规划好一天的工作内容,上午完成一个课题汇报的TPT, 下午组织一个小组会。 可等你到办公室刚坐下,进来一封邮件,你打开查看并简短回复, 然后准备按照自己的计划工作时。 手机响了,同事让你帮忙取个快递。 你下楼跑了一趟回来,终于坐定做了两页PPT。 这时旁边的同事开始打电话跟客户沟通问题,声音很大。 你发现自己有点烦躁,注意力已经不能集中在PPT上了。 恰好,这时屏幕右下角弹出来购物网站的促销信息, 你睡手点开,看到主页首推的太阳镜。 想起下个月要去海边度假,可能会需要。 于是,你在几大网站对比来对比去, 等最终订好样式,准备付款的时候, 同事已经喊你吃午饭了。 这样的场景描述,听上去有点可怕, 但它确实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人的工作常态。 担扰太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做事情不专注,容易走神。 二是,注意力短暂,难以保持。 生活在这个时代,要想完全屏蔽这些干扰, 就得关了手机电脑,但这显然不可能。 那我们怎样才能享受这个时代的利好, 又不被这些注意力狠碎机牵着鼻子走呢? 今天我们要解读的这本《注意力曲线》, 打败分心与焦虑告诉我们, 人的注意力与受到的刺激水平有关。 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坐标中勾勒出来, 恰好宣传一条倒幽形曲线。 曲线的中间区域代表受刺激水平适中。 此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做事情富有成效,被称为注意力专区。 书中作者教给我们很多的认居策略, 掌握这些认知策略, 每个人都能通过调整自己的想法、情绪, 让自己在走神时迅速恢复注意力, 对棘手的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工作, 保持长时间的注意力。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美国人, 名字讲露西·乔·帕拉迪诺, 心理师博士。 上世纪七十年代, 帕拉迪诺在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时, 遇到了一些困难。 他发现自己很难在邻居们开party的时候, 集中注意力读文献,做研究。 这件事情给了他一个启发, 我为什么不研究一下注意力的问题呢? 恰好那个时候, Rain治疗法在心理学界兴起, 心理学家们开始用它来帮助人们化解负面情绪。 于是,帕拉迪诺就开始研究, 如何通过认知策略来培养人的注意力, 对抗分心。 到今天, 他在注意力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三十多年, 研究成果也得到了洛杉矶时报、 华盛顿邮报等权威媒体的广泛关注。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下面我来详细为你讲述书中内容。 这本书一共讲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内容, 人为什么会分心? 我们的注意力受什么控制? 所谓的注意力专区指的是什么? 搞清楚了引起注意力问题的原因。 第二个重点内容, 我们就来看看, 注意力不集中, 做事情不专注时, 有什么办法能迅速恢复注意力? 也就是脱离注意力专区时怎么回去, 解决的是做事情不专注, 容易走神的问题。 第三个重点内容, 面对棘手的问题, 或者提不起兴致的工作时, 我们的注意力更容易变得短暂。 那么, 有什么办法能保持长时间注意力呢? 也就是待在注意力专区不出去, 解决的是注意力短暂, 难保持的问题。 好, 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人的注意力受什么控制? 什么是注意力专区? 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人们, 每天被各种信息淹没, 办公室里永远处理不完的邮件, 街头随处可见的广告牌, 电视里全天候不间断的娱乐节目, 不管身在何处, 信息总能无孔不入, 使出浑身泄数, 抢占我们每天宝贵的24小时。 所以, 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托西蒙就曾说过, 随着信息的发展, 有价值的不再是信息, 而是注意力。 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哪儿, 决定了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既然注意力的价值日益攀升, 那么怎样才能控制注意力, 让它服务于对我们有益的事情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 引起注意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在《注意力曲线》, 打败分心与焦虑这本书中, 作者帕拉迪诺告诉我们, 他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 人的注意力集中程度与受到的刺激水平直接相关。 在说明它们的关系之前, 我们先来解释一个概念, 受刺激水平。 它是一个心理式词汇, 描述的是, 人感到无聊或者兴奋的程度。 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 是大脑中肾上腺素的分泌水平。 肾上腺素分泌水平越高, 人就越觉得兴奋。 肾上腺素分泌水平越低, 人就越觉得无聊。 所以, 后面咱们提到刺激水平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 它对应着大脑中肾上腺素的分泌水平。 好, 理解了刺激水平的概念, 咱们再来看, 注意力集中程度与刺激水平的关系。 下面, 请你跟着我的描述, 试着在脑中勾勒一下。 首先, 我们从圆点开始向右画出横坐标, 代表受刺激水平越来越高。 然后, 从圆点开始向上画出纵坐标, 代表注意力越来越集中。 接下来, 在这个坐标系中, 从圆点开始画一条向右向上, 但是向下扣的曲线, 到某个位置之后, 改变曲线方向, 变成向右向下, 直到与横坐标相交。 注意, 要与上升方向保持对签。 好了, 想象一下, 这条曲线的形状, 是不是类似道过来的英文字母U? 在心理学界, 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叫道幽形曲线。 将道幽形曲线, 从左到右分成三部分。 左边部分, 代表刺激水平不足, 注意力难以集中。 这个时候, 人会表现得行动迟患, 提不起精神。 比如, 让一个不爱收纳的人去整理房间, 他就会表现得拖拖拉拉, 一会儿看看手机, 一会儿打开冰箱找点吃的。 如果有朋友此刻约他去踢球, 那就跟遇见旧性一样。 就是因为整理房间这件事, 对他来讲刺激不足。 道幽形曲线的右边部分, 代表刺激过度, 注意力同样难集中。 这个时候, 人会表现得过度兴奋, 紧张, 甚至感到恐惧。 在发表公务年讲前, 或者面临重要的考试的时候, 人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状态。 这两种状态都不理想, 只有道幽形曲线的中间区域, 也就是刺激水平适中的那部分, 注意力才是高度集中的。 此时, 肾上腺素分泌水平适中, 人表现得积极、自信、 肌肉放松、意识警惕, 也就是既放松又戒备的状态。 西里世家将曲线的这一部分 称为注意力专区。 注意力专区的顶端, 也是整个道幽形曲线的峰值, 代表了最高注意力集中水平。 越接近这个峰值, 也就越接近注意力的最佳状态。 心理学家将这个巅峰状态称之为心流, 英文中叫flow。 你可以通过词面意思感受一下这种意境, 连贯的、流畅的、洋溢的。 在心流状态下, 人会彻底忘我, 全身心投入到所做的事情中, 甚至意识不到时间的存在。 在事情完成之后, 感觉充满能量, 并且非常满足。 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过这种体验, 比如, 阅读一本情节精彩, 出满正义感的小说, 经常能一口气读完, 读完以后还觉得意犹未尽, 这大概就是心流的体验。 最近有一本叫《心流》的畅销书, 就专门教人如何进入心流状态。 这当然是我们都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但是作为普通人, 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 面对并不那么有趣的工作, 面对必须要完成的琐碎家务, 这是很难实现的。 索性的是, 帕拉迪诺告诉我们, 不必非要达到心流状态, 只要能进入注意力专区, 就是令人满意的, 做事情就是富有成效的。 需要说明的是, 不同人的注意力痴现是不同的, 思想、性格、年龄、经验, 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比如, 在同样嘈杂的开放式办公室里, 有一个同事正在打电话, 你发现自己很容易被干扰, 变得急躁, 直到受不了了, 干脆起身去茶水间躲躲, 而你旁边的同事, 却劈里啪啦地敲了代码, 那么投入, 好像完全没听见似的, 你都忍不住怀疑, 他耳朵是不是不太好。 即便是同一个人, 从事不同活动的时候, 注意力曲线也是不同的。 一般来讲, 体力活动需要更高的刺激水平, 脑力活动则需要较低的刺激水平, 比如, 打球就比坐下来写日记需要更强的刺激。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我们来总结一下, 人的注意力集中程度, 与受到的刺激水平直接相关, 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坐标中勾勒出来, 恰好形成一条中间高两边低的倒U形曲线。 曲线的左边及右边, 代表刺激水平不足或者过度, 注意力都是难以集中的。 曲线的中间区域, 代表刺激水平适中, 被称为注意力专区。 此时, 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是我们工作或者面对任务时的最佳状态。 注意力专区并不是固定的, 存在个体差异, 也与从事的活动有关。 弄清楚了控制注意力的因素, 以及注意力专区的概念。 下面, 我们接着来讲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看看注意力不集中, 做事情不专注时, 有什么办法能迅速恢复注意力。 既然注意力集中程度与受刺激水平直接相关, 那么只要改变受刺激水平, 也就是肾上腺素的分泌水平, 当然就能改变注意力状态了,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改变肾上腺素分泌水平。 肾上腺素是由大脑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 要理解它的产生, 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大脑是怎么工作的。 有点拗口, 但并不复杂, 一会儿我会说的尽量慢一点, 便于你理解。 我们的大脑是有分工的, 负责情感的部分叫边缘系统, 负责逻辑、 推理以及决策这类复杂工作的部分叫额页。 在这本书中, 作者形象地把它称为大脑的CEO, 掌控实权的。 在有些文献中, 边缘系统被称作情感大脑, 额页被称作思维大脑。 这种叫法听上去更直白一点, 后面提到的时候, 我就直接用这两个词。 肾上腺素就是由情感大脑刺激分泌的, 所以,我们只要调节情绪就可以了。 但是调节情绪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对一件事情, 我们会表达出怎样的情绪, 跟我们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 并且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脑回路。 这么说, 情绪就不能改变了吗? 也不是, 别忘了, 我们人类比动物高级在, 我们还有思维大脑。 当思维大脑掌权时, 情感大脑完全执行思维大脑的命令, 这时候, 思维大脑控制着情绪。 可如果思维大脑不在线, 情感大脑夺权, 这个时候, 情绪就不受思维控制。 我们一路溯源, 追踪到了思维。 好, 我们再捋一遍这个关系, 就是思维控制着情感, 情感自己线上线素, 线上线素控制着注意力, 一环扣一环。 书中作者教给我们的认知策略, 就是从源头上改变想法, 即用有意的想法代替无意的想法, 而有意的想法可以使有意的情绪取代无意的情绪, 这样层层改变, 最终控制注意力。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在早高峰的地铁上, 你拿着听头看书, 被人踩了一脚, 你当时很愤怒, 恨不得出口骂人, 注意力当然也不在书上了。 但你转念一想, 踩你的人并不是故意惹事的, 他可能只是在列车启动时没站稳, 所以踩了你一下, 这么一下, 你的愤怒就消失了一大半, 慢慢就能停静下来, 进入到书中了。 这就是通过想法改变情绪, 进而控制注意力了。 好, 了解了这一连串的关系,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 怎么用认知策略恢复注意力。 想象一下你骑自行车的场景, 当速度特别慢或者特别快的时候, 很容易失去平衡而摔倒, 想要重新保持平衡, 你会做什么? 首先你必须意识到, 你失去了控制, 需要改变。 其次, 你需要通过调整速度, 重新恢复平衡。 恢复注意力也是一样的道理。 首先, 你必须认识到, 你现在不在注意力专区了, 然后又用策略重新返回注意力专区, 意识到自己走势了, 这个过程需要进行自我观察, 也就是跳出来, 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自己。 当我们开始进行自我审视的时候, 思维大脑就夺回了决策权, 这个时候就可以有技巧, 有策略地发挥指令, 控制注意力了。 比如说, 你赶着下班前完成一个PPT, 这时听到旁边几个同事, 正在讨论下班去哪里聚餐, 欢笑声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如果你静止离开座位加入讨论, 那你的注意力就是被情绪大脑控制着。 但是, 如果你并没有这样的行动, 反过来, 你停下了, 开始自我审视, 察觉自己此刻的注意状态, 清醒地知道自己应该按照原计划行事, 那思维大脑就成功掌握控制权了。 自我观察是为了不让我们的行动对感受做出自动反应, 而是加以考虑。 通过自我观察, 意识到自己脱离注意力专区了, 接下来就可以采用帕拉迪诺教给我们的恢复注意力的策略。 第一个策略叫四角呼吸法。 这个方法很简单, 你现在就可以试着做一遍, 在身边找一个四边形的物体, 如窗户、黑板。 实在没有, 对着一张A字纸也行, 但你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选择手机, 虽然它也是个四边形。 首先, 将目光移动到四边形的左上角, 开始吸气, 并在心中莫属。 一、二、三、四。 接着, 目光移动到四边形的右上角, 屏住呼吸, 莫属。 一、二、三、四。 然后, 目光向下移动到四边形的右下角, 开始呼气, 并莫属。 一、二、三、四。 最后, 目光移动到左下角定住, 在心中告诉自己, 放松, 放松, 微笑。 注意, 这个过程要尽量缓慢, 重复几次之后, 就能重回注意力专区。 四角呼吸法, 是用于时间比较紧张, 行动不太自由的场合。 比如, 在进行一个公众演讲前的几分钟, 你发现自己非常紧张, 脑海中一变空白, 生怕一会忘词, 那你可以找一个角落, 对着手中的讲稿, 尝试一下四角呼吸法。 如果是自由轻松的场合, 比如, 坐在办公室里, 那可以试试第二个策略, 叫中断电源法, 就是暂时中断眼前的工作, 做点跟手头工作不同类型的事情。 如果工作比较枯燥, 干着干着, 容易觉得无聊, 那就找一个刺激程度比较高的中断休息。 比如, 再整理一大楼数据, 那就可以站起来, 去爬个楼梯, 或者找同事聊几区天。 如果工作时已经高度紧张, 那比较适合选择刺激程度低的活动来放松一下。 比如, 工作是在处理客户投诉, 在中断时间, 最好是放空一下脑子, 站在窗边远眺几分钟, 或者去茶水间和被热睡。 中断电源法, 可以让人在烦躁或缺乏动力的时候, 重新保持注意力。 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在实行中断电源法时, 必须保持清醒, 中断时间到了之后, 就需要立马回到工作中来。 好, 以上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总结一下就是, 思维控制着情感, 情感刺激腺下腺素, 腺下腺素控制着注意力。 恢复注意力的有效方法, 是通过认知策略改变想法, 从而控制注意力。 运用认知策略, 控制注意力的步骤时, 自我审视, 意识到自己已经脱离注意力专区, 然后运用四角呼吸法, 中断电源法, 恢复注意力。 四角呼吸法和中断电源法, 都是在已经走失时, 采取的情绪急救措施。 掌握这些技巧, 可以让我们在短时间内, 恢复注意力。 但有一个问题, 我们在面对极少的, 或者兴趣不大的工作时, 注意力容易变得短暂, 总不能频繁地使用四角呼吸法吧? 我们还是希望, 注意力能长时间保持住, 也就是不走出注意力专区。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重点内容要探讨的, 怎样才能保持长时间的注意力。 想一想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和不得不做的事情时候的差异。 如果是喜欢的事情, 那么很容易脱入其中, 一干好几个小时, 累了饿了, 站起来活动一小会儿, 吃点东西, 重新回到工作中, 也是分分钟的事。 可如果面对的是自己不感兴趣, 甚至有点痛恨, 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的时候, 就变得对干扰特别敏感, 需要频繁使用中断电源法, 来调整自己的注意力。 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吗? 帕拉迪诺说, 这是因为做喜欢的事情时, 人会有足够的动力。 可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要从事的工作, 或者必须要做的事情, 并不都是我们喜欢的事情。 而且, 这类事情还真不少。 比如说, 你喜欢编程写代码, 即使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 你依然需要做一些文档编写类的工作。 那么, 在面对这些不喜欢, 又必须完成的任务是, 我们如何让自己保持动力, 从而保持长时间注意力呢? 有两个关键。 一是, 将要做的事情, 分解成可持续的小目标。 二是, 在执行任务时, 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努力上。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什么是可持续的目标呢?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 体育心理学, 帆克·舒伯特的一句话。 设定一个目标的艺术时, 要设置的任务, 是具有可期待的回报, 和不可阻难的吸引力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设置的目标, 最好是需要花点努力才能达到, 但又让人随时能看到希望。 目标太小, 太容易实现, 就失去了吸引力。 目标太大, 遥不可及, 也容易把人吓跑。 比如, 你要去跑一个马拉松, 这是一场耐力与体力的双重考验。 如果站在起跑线上, 就盯着终点, 那么大概率跑到中间就弃赛了。 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42公里, 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 每次都只盯着下一个路口, 或者补给点。 这样, 目标一直都在眼前不远处, 但你需要努力跑才能到达。 可持续的小目标, 让我们可以长时间保持注意力, 而不被看不到尽头的绝望打败。 目标分解之后, 就可以放在一边, 放手去执行了。 这个时候, 就不要再考虑其他的事情了, 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当下的行为上, 而非其他地方。 瑞典心理学家拉尔斯·埃里克 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 那些赢得冠军的运动员, 往往更关注完成自己的比赛, 而不是赢得奖杯。 因此, 他发表了一个理论, 如果一名运动员不把得奖作为目标, 那么将会有更多的机会赢得奖牌。 我们之所以举这么多体育相关的例子, 是因为运动员这个职业, 对注意力的要求极为严格, 尤其是像拳击、摔跤之类几个回合就要决胜负的项目, 容不得一点点的不集中, 更别说走神。 当然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我们不必做到这么极致, 但将注意力聚焦在自己的行为上, 也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 要编写一个用户使用手册, 分解好目标, 并安排好每天写几章之后, 踏踏实实去写就好了。 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想, 到底能不能完成啊? 写得好不好啊? 用户会怎么停价呀这些事情? 没有任何益处, 只会干扰自己的注意力。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三个重点, 保持长时间注意力是高效做事的基础。 要保持长时间注意力, 关键是将任务分解成, 可持续的小目标, 并在执行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努力上。 说到这儿, 咱们今天的内容也就聊得差不多了, 下面咱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 基本书的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 人的注意力集中长度 与受刺激税平有关, 两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勾勒出一条道优形曲线, 曲线的中间部分 被称为注意力专曲, 在这个区间内, 人的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 第二个重点, 注意力可以通过调整自己水平来控制。 从自己水平一路溯源, 可以追踪到思维和想法。 认知策略就是通过改变想法来调整情绪, 进而控制注意力。 运用认知策略控制注意力的步骤时, 自我审视, 意识到自己已经脱离注意专区, 然后运用四脚呼吸法, 中断电源法, 恢复注意力。 第三个重点, 保持长时间注意力是高效做事的基础。 保持长时间注意力的关键, 是将任务分解成可持续的小目标, 并在执行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行动上。 人类脑科学最近研究发现,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镜像神经元系统, 在它的作用下。 当身边的人看到我们注意力不集中时, 它也会变得心不在焉。 当看到我们全身贯注时, 它也会聚精会神, 也就是说, 注意力会传染。 我们的注意力是否集中影响着周边的人, 尤其是当我们有了孩子时, 告诉他你要集中注意力, 远不如通过改变自己的注意力去影响孩子。 注意力趋现, 打败分心与焦虑这本书, 教给我们的技巧, 相信您在听书的过程中已经学会, 但要真正变成习惯, 还需要频繁使用, 建立起新的大脑通路, 这样才能在信息爆炸的数字实在, 夺回我们的注意力控制权, 而不被外界干扰, 牵着鼻子走。